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臨行和我一萬久 問人事該情久久 有山舍野和我旧朋友 天悲不安然 你自己心疼 老师傅 麻烦你让一下 老师傅 这不行 老大爷 大爷 大爷 我赶时间 麻烦让一下 谢谢你啊 大爷 谢谢 有山舍野和我交朋友 为我安然 大爷 大爷 没事吧 没事 走你了你 哎呀 我的腰 怎么了这是 大伙都不上班 站在这儿望天 等着天上吊馅饼啊 不是吊馅饼 是吊人 是 什么 跳楼呗 我听说呀 是潮鼓潮鼻了 真惨 有跳楼的勇气 什么干不了啊 我去劝你们这 得得得 警察叔叔在上面 都劝半天了 您上去啊 再把您给摔了 摔不了 我小时候练过跳高 有效果有效果 人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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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散了吧 散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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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了 走啦 走啦 散了 回家了 怎么吃了 怎么能给钱给你 天气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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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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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知道了吗 出大事了 你小子向来虚张声势 就这儿我都待了二十年了 从没见过什么大事啊 张主任他跳了 你说这张主任 他怎么就这么跳了呢 他自己可轻松了 留下我们可怎么办呀 跳楼的人是他 不是说解救成功了吗 怎么又跳楼了 怎么又跳楼了 外父 不是跳楼 是跳槽 跳 去市场周刊了 您不知道吧 外新良 社长 您找我呀 那我过去找您行吗 您放心 您放心 明天上午 社长要来广告部 十点召开重要会议 也不知道下一任主任 会是谁呀 反正不是你就对了 这一早真忙活的 您渴了吧 给您来杯茶 您应该多看看书 从养生的角度来说 冬天喝红茶 夏天喝绿茶 这不秋天吗 咱喝杯不红不绿的奶茶 奶茶也是红茶 你看我又傲她了 还是您知识广播 怎么了 身体不舒服 不不不不 是椅子吧 太硬 可不是 太硬了 臀部坐起来不舒服 楼上那么软 不才就可以换去 那不是张主任的椅子吗 现在不是了 那椅子早该您坐了 现在不能坐 该不该是另一码事了 大晚上不开灯了 老爸生日快乐 老爸生日快乐 老爸五十大寿生日快乐 我再说一遍啊 我今年四十九 有四十九跟五十有什么区别啊 真是的 拿好了我端菜去啊 区别大只呢 大忙人 你今天怎么回来了 不是有夜班吗 爸 妈为了您生日特地赶回来的 一会儿还回去上班呢 你被录取了 我们丫头就是行 不过从小到大 你还没有出过家门 这一下子就出了国门 还是人人相往的法国 我可真有点不放心 爸 您就放心吧 爸 您就放心吧 我呢一定会好好学习 好好照顾我自己的 就是 这个学费有点贵 徐 闺女 别担心 咱家不差钱 前一阵子 我买了一只冷门骨 肯定能赚 只是你爸那点工资啊 我看还是算了吧 来 我告诉你 真知部主任李贵芬 本人万新良 现在马上就要提升广告部主任了 真的 妈 你快来啊 你听见了吗 爸马上就要升主任了 咱们家马上又俩主任了 我听见了 够突然的 我以为啊 你抱着你那养生秘诀 烂在那副主任位置上了呢 你说这可就没良心了 那时候小又小 总得有人照顾吧 我呢 支持了你的事业 你倒不领情 现在啊 老张走了 广告部的主任 那自然就是我了 我的经验多 资格老啊 这也是我该得的 是不是 对对对 应得的应得的 那我们就为了庆祝我们家 马上有俩主任 咱们切蛋糕吧 我都快饿死了 赶紧赶紧赶紧 点上点上 爸 许个愿者 祝我早当主任 祝我早当主任 走 什么 做什么美梦呢你啊 笑得那脸上褶子 都把蚊子给挤死了 说了你也不懂 说不说 赶紧起来啊 吃早饭了 你也不想着想走 睡得太滠了 你也不想着想吃它 有些问题 什么事 就有多没人 尽不可 不是 这些东西 都可以 爸 您在里面那不长时间干吗呢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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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丫头 我都来不及了 干吗呀 爸 您看什么呢 吃早饭了吧 没有 来不及了我不吃了 爸 我走了啊 吃早饭 不吃了 不吃早饭容易得胆结实 这丫头 你今天穿这么帅是要干什么去呀 太太 来 我知道了 你要去相亲 相亲 亏你想得出来 正式通知你啊 我结束了我的海带生策 找个工作了 真的 嗯 这刘作学的就是脉象好啊 这么快就能找到工作 所以我也一定要马上出国深藏 可以回来跟你一起奋斗 其实现在海龟一抓一大把 找工作更难 你这就是瞎谦虚了 哦 哇 你是不是想挽留我呀 如果是的话就直说呗 说不定我会考虑考虑的 说吧 在哪儿找的公司 嗯 嗯 在那个 你不是吧 激动得连公司名字都忘了 我怎么会连名字都忘了 嗯 在那个 在GGB GGB 世界五百强的思维广告公司 你太厉害了 哎 宝贝 别到 你开什么呢 早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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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外傅 我 您这一头飘逸的黑发 真是帅呆了 好 好 给力 我们做广告 要的就是这种精气神呐 对对 这叫老荡益状啊 老板 这次人事变动来得太突然了 哎呀 以后你们部门还要多多仰仗 你这个元老级的骨干呐 社长 您就放心好了 我不会让您失望呢 老将臭马一个顶两嘛 开会了 您先来 来 来来来 小长 您坐 来来来来 您老妈 坐这儿 好 来来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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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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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长 对不起 我迟到了 是你 我们这个杂志社已经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了 从发行量只有几千份的市场观察 到改版后的财经纵横 现在发行量已经接近十万份了 成绩喜人呐 你们广告部的工作也是功不可没 但是突然出现了人事波动 主人跳槽了 这就是市场 竞争很激烈呀 都在抢人才 但是我们还是有底的 所以今天我要向大家宣布一项新的人事安排 这位是海外归来的青年才俊李航 留学因果专攻营销学 对广告营销很有想法 从今以后 他就是你们广告部的新主任了 宣布 宣布 你该用那个防水不脱色那款 那不吃啊 不饿 精神萎靡 食欲不振 老汉 你是不是到更年期了 我一大老爷们 更什么年期我 哎呦 谁说大老爷们就没更年期啊 就你现在这脾气泡子 就是典型的更年期的反应 哎呦 老汉 你用我点发根了吧 我看看 哎呦 你糊涂什么呀 我不吃了 哎呦 生这么大的气呢 我跟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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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汉 我约了个股票专家 吹几会儿就回来啊 不 不吃了把它收拾起来 别在桌上摆着 您跟我生气 难道说我 还有什么故事吗 她准备到的 每次都不 Sai 爸 您干吗去啊 我去买碗包 你手上不是拿着碗包吗 小悠啊 没吃饭吗 都做好了 我吃过了吧 吃过了 喝谁吃的 一个朋友 什么朋友 小悠 小悠 咱不都说好了吗 上学期间不能谈恋爱 你不还想出国吗 可不能在这时候交男朋友啊 大学交的男朋友啊 那都不靠谱 我和你妈就是在大学认识的 你看 现在她吵了一辈子了 我 我吃饭 昨天晚上我二三国不到两点多 你知道吗 我七个小号被他们打得落花流水 回来 回来 李主任 李主任 马平夕 早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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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主任 他这人他就 通知所有人 十点准时开会 我来咱们杂志社 马上要解决两件事情 一 业务改革 二 人事改革 你们都知道 市场是我们的立足之本 现在媒体都在扩大广告营销 都在想办法在竞争中立足 所以我们部门 首先从业务改革入手 加强广告投放力度 加强广告投放力度 至于部门的人事改革嘛 我想对诸位先有个了解再说 总之一句话 这是一个竞争的时代 不进步就会被淘汰 对不起 昨天刚买的这么多错 你拿三千块以后 就给外副主任 里边砍一下 外副主任 请你谈谈吧 我不赞成你说的 你说的扩大广告营销 可不能盲目为之啊 开发的客户 必须符合我们杂志的风格 否则风险很大呀 再说了 绝不能因为广告客户 失去我们杂志的观点和立场啊 一味拓展 会失去自我风格 带来的后果很严重啊 对对对 对对对 是 是 是 就是的 这是我们业内 做的最好的几本经济类杂志 最近他们都拓展了新客户 但是并没有影响杂志 本身的品味与观点 现在是经济一体化的时代 要想把杂志彻底推向市场 自负盈亏才是关键 更何况我们是一本经济类杂志 如果自己都经营乏术 薪酬微博的话 怎么可能在经济上 给别人以建议和喜事呢 最后我要说一下 咱们部门的不良习奇问题 以后再开会 不许迟到 不许在上班的时候 在大厅聊天 不许做任何与工作无关的事情 更不允许把自己买的蔬菜跟水果 放在公共的冰箱里 散会 好 来 你 衫 我 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万副主任 坐 来 你看看 印一本这样的杂志 需要多少钱 这种高级杂志嘛 在国内 想把杂志印成这种 全彩页铜板纸的 这个厚度 光印刷费就要十几块钱 所以我们杂志社 如果仅仅依靠订户 而不依靠广告的话 可能连印刷费都收不回来 在国外 很多广告部的经理 都到一线亲力亲为 跟发行商谈合作 跟邮局谈合作 甚至有人去跟广告商 一起打球 跟这些比起来 我们还远远不够 怎么跟别人竞争呢 一旦跟市场接轨的话 广告客户是我们的 衣食父母 仅仅靠内容是不够的 所以从今天开始 我们杂志社 每个人都要背负销售任务 没有例外 难道也让我背销售任务 看来您理解我的意思了 不是有专门的销售吗 再说也没这个先例啊 这就是先例 好了 时间很紧 你回去看看资料 写一份可行性报告 明天我就要 谢谢 你说你这演的是哪一出啊 练柔人性的你 是腰都扭了 你动不了了 你还笑啊你啊 我就奇怪了 你说你刚当主任 就把腰给扭了 你是卖大力丸的呀 还是当主任的啊 行了 起来吧 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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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 我想跟你商量件事 什么事啊 那么吞吞吐吐的 有话快说啊 我有个内部消息 说江西啊 有一支冷门骨 现在要买下来啊 超不过二天准能涨 一下子能赚三十多万呢 三十多万 你想钱想风的头 废话 你说出国需要钱 你就刚当了主任 能一下子拿出五十万来啊 以后咱养老怎么办呢 反正我也说不过你 不行就是不行 入室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那前两天我们那儿 又有人炒虎 还跳了楼了 你放心吧 我才不会跳楼呢 我也是跟你商量什么呀 求你干吗呀 这是 难道也让我背销售任务 不是有专门的销售吗 再说也没这个先例呀 这就是先例 你回去看看资料 写一份可行性报告 明天我就要 主任主任 我们的两个重要客户 跟那个跳槽的张主任 去了市场召开了 主任 主任 万无地产那边来电话了 他想让咱们的价格 再降百分之十 把万福叫来 万福恐怕来不了了 他说他病了 腰疼得下不了床 三块 两块五 两块九毛五 两块五毛五 两块九 两块六 两块八 两块六毛五 两块七 成交 三块五 三块五 两块五 来 我要这个 得到水一台一 把烟面扩大 从16都asure改造8k 等中国促衡划疫 好 我这一毛给忘了 好的 你等着我啊 我马上过来 我马上过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要一个肉酱意大利面 再加一份可乐 要一个黄金南瓜汤 再要一个水果拼盘 再要一个提拉米苏 再一个冰激凌 好点了吗 不难受了吧 不行 还是难受 我觉得我不应该吃那个冰激凌 吃得好想吐啊 破玩意儿这是 你能不难受吗 又是油腻的又是凉的还是甜的 说了不让你吃你又不听 你不了解情况 我爸 我爸他特别养生 他不让我吃油腻的和冰激凌 所以他一不在的时候我就hold不住了 你看 行了行了 我送你上去啊 正好我搬线线岳父大人 别别别 我爸他最近是个FBI 什么FBI 我还是007呢 他只要肯接受我 是什么都行 听话了 走 这该是你说的 你别后悔啊 我不后悔 我开玩笑的 我妈说 我爸最近有点更年期 情绪不太稳定 你就看在我快要撑死的份上 就改天吧 什么破玩意儿啊 绝对是假冒违离 爸 怎么了 你干嘛呢 没事 没事 你给我看 我 你给我看看 有 置办的新装备 真是我用的 不是不是 您啊 真改行去当FBI吧 这两天加班熬夜熬的我 引带都出来了 那你可得注意了 现在经济不景气 像你这样一抓一大把子 潜在秘书 最容易丢饭完了 就你能耐 整天跟主任套近伙 满脾气 我那是 小王 小王 把这个复印一下 好 主任 我给您汇报个事 说 那个万副说他腰还没好 他那个 通知他 我再批他两周假 不够的话可以延期 真的假的 不可能吧 小马啊 他说的 我又变得老道 延修两周还可以延期 他这护子里到底是爱的什么药啊 老天好 来 座座 你好啦 好了 这说也奇怪 说好他就好了 您的腰好了 没有好又怎么办 很多事啊 离开我不行啊 我不能把压力 都留给您不舍 那正好 我正想跟您说呢 我准备跟社长提出 杂事改版 改版 为什么呀 辛辛苦苦二十年哪 万富 你不要着急嘛 听我跟你慢慢说 你看 A&K 最近一直在做高端市场 如果咱们杂志改版的话 他们肯定会很感兴趣的 前景非常好 可是我们的杂志 做了这么多年 有自己的老读者 如果这次贸然改版 那会失去很多的读者 甚至连老的广告客户 都会失去 如果不改版的话 会直接影响广告的收入 内容决定读者群 改版成功以后 还会建立新的读者群吗 可是作为广告部 我们没有理由要求改版哪 这也没有先例啊 先例 先例 怎么又是先例 好吧 您可以保留您的意见 但是我还是会跟社长争取的 路啊 总是人走出来的 不听老人言 吃亏在眼前 副主任 您服老了 这个老人 指的是富有经验的人 不是年岁大的人 都一直扔在家里 继续 我没有 我现在进化了 你怎么回事啊 今天这么不在状态 这才上班几天就压健康了 你别提了 我天天跟公司那个老顽固 斗智斗勇的 哪儿还有精力啊 他又怎么你了 还说呢 对了 上次你给我出那个主意啊 还真管用 第三天吧 他就出现了 可是还不如不出现的 成天是处处跟我作对啊 我提的改革意见 他没有一个同意的 我俩意见不同意 我就不能贸然提出报告 纠结死我了 这可怎么办呀 我记得我爸说过 对付这种人 就要给他先出个难题 让他自己去解决 这样他就知道他自己不行了 而且你一定要态度特别诚恳 要顺着他 要捧着他 让他觉得这件事情非他不可 你这么没说到提醒我 行啊 你爸简直是职场李莫愁啊 何止是李莫愁呀 他工作都二十多年了 经验多得很 没事就给我讲讲什么职场秘籍 都快能出书了 你越这么说吧 我就越想早点见到他 拜他为师跟他好好学学经验 佩服呀佩服 你怀小悠的时候 是不是老恶心 干老不 问这干嘛呀 猴年马月的事呢 没什么 我刚才看见隔壁林医家 那个女孩啊 在楼下吐来着 那孩子才上高三 现在这年轻人哪 真不知道自重 回头见着他妈呀 得跟他妈说说 别别别别 你千万别呀 你怎么没事找事啊 要是那女孩吃多了呢 真是的你 不说就不说呗 你急什么动啊你 大腸子 慢点吃啊 有点酸 吃吧 还行 小悠 你什么时候开始 喜欢吃酸的 不酸挺甜的 挺甜的 这明明很酸嘛 你要自重 我吃个橙子 跟自不自咒有什么关系啊 要不爸 我搬出去猪 这样您眼不见心不烦 走了 小悠 你怎么跟你爸爸说话呢 这是 你 就是到更年期了 不可理喻 怎么还说上我了这是 来 万夫 万老师 钱总是北方人 做皮革生意的 咱们好像以前跟他联系过 你再跟他接触一下 看看他敢不敢兴趣 这个人我知道 当时张主任在的时候 他就一味地杀价 根本就没有诚意 而且他的品牌啊 也很低端 当时我们就觉得他不靠谱 张主任已经走了 现在是李主任 要求你继续跟进 好的 可是我 好了万老师 时间紧任务重 咱们这儿您是最有经验的 而且呢又是元老级的人物 这个事情也只有您能去办 我就全靠您了 拜托拜托 拜 好 那我就试试吧 来 倒上 都满上 好嘞 来 来 一杯十万啊 喝几杯我就投多少 你要是都喝了 我现在就跟你签 我这人吧 个性就是这么直爽 我要都喝了 就是一把二十万的 为了杂志社 我拼了 不要为了钱不要命啊 你说的是真的吗 对啊 一杯十万 没错 那我都喝了 就是一把二十万 当然 你要是都喝了 我绝对说话是算数的 别逞强 别喂了五斗米 这有 一把二十万呢 得买多少五斗米啊 我是实在不能喝呀 要不帮你分点 那可不成啊 今儿这酒 王小姐要是不喝 我可不欠啊 成 我喝 好喝 好喝 喝点水 好喝 还还 巾帼不让须眉啊 来 王小姐 来 再来一杯 田总 来来来来 来一杯 田总 我来喝 这酒喝得也太慢了点吧 行了吧 不 我就纳了闷了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我让他喝 你有种你把这一桌全喝了 好 万福 您别喝了 别喝了 别喝了 这就喝多了 酒量也不行 不行啊 不行怎么啦 你欺负一个女人 算有什么本事 万福 不算什么本事 钱的本事 万福我特紧张 你色狼特凶 你猜当时万福怎么着 一圈 那人 对对对 倒下了 哎呀真没想到 万福平时他那么尼尔 他喝了酒居然是 那么的闷 万福 哎 李主任找你呢 瞧见没有 在野门有什么用啊 业务没谈成 还不是得爱专 万老师 我知道那个人是很过分 可他毕竟是我们的大客户 你 您怎么能用这么简单粗暴的方式解决问题呢 本来我看重您 有经验有阅历 谁让你去给小王压压后阵 把事情搞定 不是让你给我搞砸 他明白就是欺负人吗 他说话不算数 那是有名的 他根本就没有诚意和我们谈 再说这种事情 本来也不是在酒桌上 能谈妥的吗 听这意思 您一点责任都没有 那咱们年底的广告缺口怎么办 您就是这么维系客户的吗 这个客户 我认为不值得维持 我会凭我的老关系 把广告的缺口给补上 这个 你可以完全放心 我们现在不仅仅是补缺口这么简单 而是要增长 你到底行不行啊 当然 行 这可是您说的 男子汉大丈夫 一言出口 四马难追 没想到这个老顽固还是个性性中人 老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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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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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汉 我还给你要点菊花茶 加封闭的 是吧 你都了解我得习惯了啊 不过说 上周末的精力演得特棒 你不许太遗憾了 我这 我这正好有事啊 下次啊 下次 好 怎么 亲力亲为了啊 我们主任哪 是新来的 不懂咱们这儿的规矩 他发话了 那我不就得帮帮他吗 老汉 最近啊 我做些广泛的调查 我觉得你们财经纵行 沙间的高端市场 还是有点空间的 你们啊 就应该多加入一些 著名的财经专家 对投资的指导和评点 你这样一来 不就视权是没了吗 你看我们那位 整个天就是什么 投股啊 投资啊 你们是财经杂志 对他们这些人呢 就应该多做一些 指导性的意见 这很重要 再有就是适当的改版 把这版面改得 特别能吸引人才对的 你也这么认为 你也这么想 这是天下英雄所见的 这边有同位 老周 如果改版 你会增加 在我们杂志广告的投入 这事啊 我回去商量商量吧 现在不是闹这个金融危机吗 大家在很多方面都很慎重 而且这公司 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 理解 理解 不挤 不挤啊 既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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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干嘛呢 没事 今天是什么特殊的日子呀 今天我要正式感谢你 你交给我的招数 知道那个老王顾 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真的 那真是可喜可贺 我跟你说的那些 都是我老爸多年职场的经验之谈 他那套理论可是一套一套的 你老爸也受过排挤啊 是啊 他这辈子都在受排挤 不过现在好了 前阵子他已经扬眉吐气 当上主任了 是吗 那得恭喜他 你好 先生小姐 需要点点什么吗 菜单就不需要了吧 我们就要两份至尊牛排套餐 再加一份薯条 一份可乐 再加一个冰淇淋 亲爱的 少点点 不然又该难受了 你忘了教训了 哦 那就光要两份套餐 就这样吧 好的 两份稍等 谢谢 小悠 嗯 有件事情 我今天要正式地跟你道歉 请你原谅我 什么事啊 其实我并没有在积极臂上班 我工作的地方也不是什么外企 是一家小杂志社的广告部 积极臂是广告部的缩写 那天你问我 我就随便那么一说 我没想到它是个4A的广告公司 你是不是特别鄙视我 是 我是特别鄙视你 不过我鄙视你是因为你骗我 我本身呢是不会介意 你在哪儿工作薪水是多少的 只要你干得开心就行 但是你骗我这件事 我该怎么罚你啊 你想怎么惩罚我 就怎么惩罚我 你最好惩罚我去你们家 给老丈人当牛做马 照顾你们一辈子 这 美的你 那你现在到底在哪儿工作呀 说实话 财经纵横杂志社广告部主任 李航 财经纵横 你在财经纵横上班 对啊 你是广告部主任 以前那个张主任挑剧时尚了 我接班了 怎么了 你 你别在那儿上班了 为什么呀 你刚才不是还说 不嫌疑我的工作吗 我是 我的第六感告诉我 那个地方它不适合你 你还是换个地方吧 是 刚开始我也觉得这个地方 公家习气太浓 不适合我 但是现在我改变看法了 我觉得越是这样的地方 越有提升的空间 会有很大我发挥的余地 所以我决定在这儿干下去 坚持到底 李航 我求求你了 你别在那儿干了 你换个 小悠 你相信我 在我的努力之下 杂志社肯定会越来越好的 怎么 你对我没信心吗 下次记住了 跟着我 对 我脑子好使 对对对对 对 就我跟你说那个 明日早上吧 明日早上来看看 我估计没问题 听说是涨停了 那部消息 你 你吃着 你跟着我呗 对 当然赚了 行 行行 先这样啊 怎么样 股票股票赔了 我今儿买这可赚了 涨了 明日跟着我没问题 行 行嘞 再见啊 我这 阿贝 你看看 就是涨了 没事在家研究呗 没事看个书啊 看电视研究研究呗 没事干嘛呀 可不是不在家 对 跟着我没问题 我告诉你 我就走这脑子 聪明 你能不能闲一会儿 没有 他 我打电 看电视呢 看电视呢 你干什么呢你 我打电话找你了 我找你看电视了啊 你是不是更年期了最近 你能不能关心一下咱们闺女 我怎么不关心了 昨天刚给她买了个新手机 我是说 你能不能关心一下她的身体 身体 身体不是挺好的吗 拉肚子了 什么时候拉的呀 爸 妈 我回来了 你看 你看 翻蹦烂跳的 不是挺好的吗 你瞎说 爸 我发现 您最近脸色不太好 是不是工作特别辛苦呀 不辛苦 我是主任嘛 辛苦一点那是必须的 可就是有个新来的主 员工 总是和我作对 生怕别人说他不行 办事太不稳重 到我们这儿来呀 就是拿这儿当跳板 不是 他可真不是 那你怎么知道啊 我是说 爸 我是说 您别老认为我们年轻人 都那么不负责任 你 其实 其实 我们也是需要被认可的 不是吗 要不 您试一下 就试一下 顺着她的思路走 说不定效果会更好呢 我可不想拿杂志设当赌注 要是搞砸了呀 这个责任我可担当不起 我倒是想看看她有多大的座位 行行行行 行了 行了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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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这边 闺女 你呢呀 也得多注意身体啊 别光顾着考试 得知道补补身子 对了 多喝点你爸爸熬的汤 我身体好着呢 就是老喝我爸熬的汤 最近我都觉得胖了 腰围都长了一圈 我就说有点不对劲儿嘛 还好意思说呢 我带你到医院去检查 明天就去 我身体好好的 我去医院检查什么呀 妈 你看我爸 你怎么疑神疑鬼的呀 我觉得这胖子挺好 说明他胃口好 你就别糊涂了 我怎么 不行 今天这事啊 我做主了 我看你啊 就不大对劲儿 女儿啊 赶紧去 不去就晚了 什么早了晚了的 妈 我实在是不懂 要不还是您跟我爸聊吧 我自习去了 女儿 我好不跟这高年期的人聊天 我也走了 你们 你们怎么 知道吗 这是为裁员做准备的 不会吧 咱们这什么福祉啊 真是什么福祉 新竹人刚来的时候不是说了吗 咱们这要进行人事体制改革 那会拿谁开刀啊 要是我呀 就从最不能带来效益的人身上开刀了 那是您喽 外父 进来大吧 又来这一套 好 老孙吗 我是万新梁 你们医院忙吗 我 我想约一下体检 不是我 是我闺女 哈哈哈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着什么急啊 不是 我爸 他最近老监视我 监视好 说明他后期 对了 你准备什么时候 让我们俩见个面啊 他肯定特喜欢我 要是喜欢 我就不用这么费劲了 爸 妈 你在家吗 爸 你在家呀 在家干吗不开灯 你怎么学会撒谎了 我 我 我怎么了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呀 嘴还挺硬 签证下来了居然还瞒着我 爸 你编什么主意啊 是不是找了男朋友 就不想出国留学了 不是啊 爸 不是你想的那样 您听我说 我不听你说 孩子 你这是为什么呀 就因为开车送你回家 那个小子 就因为他有奥迪 你就不奋斗了 爸 你是个女孩子 要自重要珍惜自己 我告诉你啊 他把你取进门 就是为了让你替他做饭生孩子 不是的 爸 他不是那样的人 您对他有偏见 你别蒙我了 我是过来之人 什么事我没有经历过呀 我给你挂了号了 明天咱俩到医院 把你的孩子打掉 什么孩子 我哪儿来的孩子呀 爸 你怎么能这么想我呢 爸 您进我房间翻东西了 你是我的孩子呀 你的东西就是我的东西呀 怎么不能翻 你简直是不可理喻 谁 来了 来了 小悠 怎么了 谁欺负你了 我找我算账去 我爸 父女之间哪有隔夜仇啊 我送你回去吧 你看都几点了 你这么晚出来 你爸该担心了 你要送我回去 我就流浪街头去 我不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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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回不回不回 我给你倒杯咖啡一下 嗯 李航 你跟你们那个副主任 关系怎么样啊 这都下班了 能不能不提他 我就问一下嘛 你就说嘛 他这个人啊 号称经验丰富 最有资历 可是我交给他的任务 他没有一个能完成的 还私事一大堆 脑筋顽固得很 跟我打保票说 这个月的任务包在他身上 我看是又吹了 那 那你现在是不是特别烦呢 我不烦他 我就是特别讨厌他 不过你放心 我已经实行了 新的业务考核制度 公司很快就要实行 孟伟淘汰制 他肯定会被淘汰 正好可以节约开支 我这个方法是不是很牛 你慢点喝 焦什么急啊 喂 张大姐吗 我是老万 小优到你家去了没有 没有 好 那好 再见啊 老万 小优呢 出 出去了 出去了 这么晚了你也放心哪 我一出去搜搜 老万 你们没事吧 没事 你快快回来 肯定有事 肯定没事 回来 看着就有点不对劲 你们俩是不是吵架了 你也完没完哪 你当你那个商场 真值不主任吧 这么晚回家 你还玩股票 家里的事你一直不管 还说我不上进 我上进的连 连闺女都跑了 你今天晚上真不走了 你 万副主任 主任 我明天家里有急事 不能来开会了 跟您说一声 绝对不行 明天的会议非常重要 甚至关系到公司员工的 去留问题 你务必要参加 麻烦你克服一下 你们家的困难 喂 喂 怎么说挂就挂 我真搞不明白 你说这个老顽固 在想些什么 万副主任真是的 打电话也无间 已经说了今天的会议 必须参加 我这边软还等着他审呢 一刷在那边都催了好几次了 不等了 我签 把他送去刷布 好的 外副主任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今天的会非常重要 不许请假 我这不是赶来了吗 我家里 出了点事啊 怎么又是家里有事 业务考核报表 您打算什么时候给我 那个呀 我尽快吧 尽快 在您的观念里 有时间这个词吗 怎么老是你们家有事啊 那我确实有特殊情况呀 行了 你别跟我打太极了 你自己说说 从我来了以后 你今天生病请假 明天一拳把客户打跑了 我闺女被一个混蛋流氓 给拐走了 你让我怎么办呢 蹲在格子间里 给你写什么狗屁业绩考评啊 你不就是想开了我吗 不用找什么理由 让我写什么业绩报告 我随时恭候 我随时恭候 喂 小悠啊 我在忙 什么 你 走啊 走啊 师傅 跟上前面那张奥迪 别让他跑了 哎呦 您以为演电影呢 我可追不上人奥迪 不 师傅 给您钱 快 得了 试试吧 走您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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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凉了 哎呀 这个龙头早就坏了 都怪我 一直是没吃烟休 都忘了 不早不晚 我一来就坏 你就是欺负我 我没欺负你 这是我欺负你又怎么了 你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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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替天行道 爸 你 小悠 他是你爸 哎呀 我一会儿再解释 爸 你怎么能打人呢 我打的就是他 你跟谁我不管 但是就是不能跟他 为什么呀 走 走 万夫 走 万叔 你不了解情况 小悠是我女朋友 我爱她 我是要娶她的 什么 你爱她 你了解她吗 你除了她的身高三维 你还了解她什么 她什么时候长的第一颗牙 她画的第一幅画是什么 她第一篇作文是什么 她的梦想是什么 她的梦想是去法国学设计 对 可她为了你放弃了 走 小悠 妈 回家 回家回家 叔叔 不是你想的那样 那又咋样 小悠为了你 连法国签证都不要了 杂志社我管不了 大不了我可以辞职不干了 但是闺女是我的 你什么都可以抢走 我闺女 你抢不走 爸 走 跟我回家 爸 跟我回家 爸 你干吗呀 爸 爸 你干吗呀 慧芬 你吓开了点啊 你吓开了点啊 慧芬 你吓开了呀 你吓开了呀 李贵芬 李贵芬 你干什么呢你 我就要跳 你别管我 肥了 还欠了好多钱 那怎么办呀 你别跳啊 行啊 天了 要吵她们一起跳啊 你快去跳吧 你快去跳吧 要我跟那俩子看 那是哪一首啊 李贵芬 你给我下来 你给我站那儿别过来 我全都赔了 还欠了那么多钱 我不想活了 你到底说话呀 能说什么呀 咱们俩呀 要跳一起跳 不行 闺女怎么办呢 你闺女已经有人管了 他已经跟人跑了 现在我算明白了 这什么都是身外之物 你那点钱 不算什么 三十万 这么多呀 好好好 别哭别哭 你要是暂时不想跳 你要是暂时不想跳 或者改天再跳呢 我倒是存了一点钱 你先拿去急用 老万 你 你敢背着我藏私房钱 那你花钱那么大手大脚的 我不存点钱行吗 老万 你个死老万 死老万 你敢拿我钱 还手 还手 能看出来 你爸还是很爱你的 可是 他有的时候确实很不讲理 欺人啊 就是这样的 讲情不讲理 我决定了 明天我就辞职 我不想让你难做 给你记住 我对你的感情 永远都不会放弃 行 行了行了我来吧 干嘛 我给我 我喂你爸 真是的 你说说你也是 打女婿使那么大劲干吗呀 我不承认她是我女婿 行了行了别逞能了 女儿大了 有的是主意 这都是你纵容的 你要是有儿子呀 也得跟儿媳分道 说什么呢你 回上场了 你这个老婆也太狠心了吧 你就舍得把一个独币的丈夫 一个人扔在家里吃天条 不是 我是想赶紧把钱呀 还给人一毛布那小丁 大公 钱全都赔进去了 你不会怪我吧 要我说 我没有当上主任 你也不会怪我吧 不会 其实啊 都是咱俩逞能闹的 回来了 大 妈妈 爸 李航说 他明天就向社长提出辞职 可是我们俩不会分手 希望您能理解 让我先静下心 把面条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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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睡不着啊 人家明天不就辞职了吗 这说明他已经服软了 您还有啥可想的呀 您还有啥可想的呀 他那时知道 我是小悠的爸爸 在迁就我 不是真的服输 你呀 不但给人家打了 人家要求离开 你还想怎么着呀 你呀 就是不服年轻人爬到你头上 有本事啊 你也拿出点架势 跟他PK一下啊 给年轻人一个机会 也给你自己一个机会 蛤 早晨好 大家好 大家好 那个万福 你的手怎么了 没事 陈练甩在树上了 对了 你看今天楼上的李主任 好像怪怪的 我看要出事了 我说两句 希望你把公事 和私事分开来 你这样辞职走 太不负责任了 你这样的年轻人哪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这可不行啊 以为杂志社是什么呀 是商店吗 有种你就留下来 这样走了 小悠还以为 是我欺负了你 干脆 咱俩来一场真正的较量 反正都是为了杂志社 怎么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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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啊 我们的报价已经是 所有的经济类杂志里面 最低的了 你可以去打应他 你真的是这样 我们还要长期合作的吗 什么 不天哪 你们怎么现在才说呀 不好了主任 美国地产的胡同变化了 说不跟了 不要上账 我来处理 喂 是我 老周啊 约上了 哎呀 非常感谢啊 我让百丽的周总今天约了几个股东一起去唱歌 他们希望你也去啊 我就不去了 还有很多事情呢 没心情 你以为真让你去唱歌啊 国内的事情啊 你还真得好好学学 谢谢 真是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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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车 没有车 我们走 你坐这儿 坐这儿 坐这儿 坐坐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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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坐坐坐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 好 裸皮啊 为了今天咱们的聚会 咱们干一杯 好 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喝一杯 沈总 沈总 不好意思我不能喝酒 对对对 他开车 开车 我啊 落伍了 落伍了 咱们是真不知道啊 现在这年轻人 咱们夜里头还戴着大毛巾啊 真是不知道啊 真是 这就叫啊 怀旧 怀 怀旧啊 好好好 来来来来 怀旧 来来来 怀旧 来来来 怀旧 来来来 什么时候谈了合同 咱们下面该谁唱了 一股人 该你了 一股人 来个最拿手的 来吧 来吧 看我们李主任最拿手的就是那个 地道站 我不会这么老的歌 我哪会唱 下场越爆掉越好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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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来来来 好 来来来 好 来来 好 来 好 好 来来来来来来 唱得挺好的 唱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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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啊 这李主任为了今天咱们聚会啊 还花个烟熏状啊 慢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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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尝试咱 今天要玩呢 您那歌唱得是真不错呀 瞎打 瞎打 我说 年轻人 我挺喜欢你 不过你这演的谁的大作 我 老花 我跟你说 我总想找机会 好好教训教训这些年轻人 老花 有其心无其力了 我其实也忘得用多大的力度了 用手太猛 再加上我骨质疏松 我伤得也不轻啊 你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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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孤致 孤致 您慢点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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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啊 慢点 我走了啊 好嘞 慢点 好 慢点 好了 老万 明天上午准备逆合图 谢谢啊 再见 没想到 你们已经谈妥了 我一直没有放弃和他接触 就把胡总为面 万一有闪失 使我们处于被动 干什么都在给自己留条后路 我走了 等等 我开车送你吧 不用了 我打地走 好 首先 我向各位做一个检讨 那个胡总 根本就没有实力跟进我们的广告 这次是我判断失误的 在关键时刻 多亏万副主任 拿出了一份新的合同 把缺口补上 在此 我要正式地感谢万副主任 我这是为了杂志社 也不是为了你 请注意您的措辞 各位辛苦了 今天加班我请客 不用 这顿我请 好 好 万副 皮萨您想吃什么口味 我吃扁豆焖面 对面那家面馆黄了 早就没有扁豆焖面了 万副 没有焖面了 咱还是吃披萨吧 你喜欢什么口味的 我知道没有 扁豆焖面来喽 我妈的手艺 大家尝尝吧 多吃点 好 来 谢谢 有点豆 多来一盘 好嘞 好 好 谢谢 来 多吃点 好不好吃啊 好吃 好吃啊 以后阿姨还给做 好吃 你是李航吗 挺胖的 赵总 您好 我是老万哪 上次跟您说的事 您考虑得怎么样啊 什么 您儿子出事了 那我马上过去 万副 怎么了 一个客户的儿子出事了 我得马上过去 那我开车送你吧 不用了 那我开车送你吧 不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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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勇 我大乖乖 你可千万别动 千万别跳下来 书太高 你可千万别往下跳啊 跳来可就没命了 你想开点 萧总 我以为真是您儿子呢 是不是他小狗吗 我儿子本来就是只狗嘛 这 这难道很奇怪吗 不奇怪 很正常 你放心 一会儿就把他抓下来 包在我身上 好好好 万副 你行吗 我不行 我恐高 你行啊 我 我也不行 我在英国上狗咬 中国狗不咬中国人哪 对对对 你快去 上 你 哥们 我是来跟你介绍女朋友的啊 你可千万不能咬我啊 我跟你说 那个都可漂亮了 真的特别漂亮 听话不漂亮 乖乖 慢点 我到儿子哟 你吓死妈妈了 你怎么这么不行 妈妈 好可爱 怎么样 你行吧 我一直都很行啊 万老师 吃过了 对了 最近 你大家工作很辛苦 压力也大 所以我考虑 要不要组织一次拓展训练 或者是打打高尔夫球 网球什么的 好不好 大家辛苦 是应该锻炼锻炼身体调节一下 可是拓展高尔夫什么的 就一次两次的 价钱又高 又没有持续性 还不如我们组织大家低碳生活 每天中午不送餐 自己走出去吃饭 又没成本 又锻炼了身体 主意不错 趣味性差点 也是 乒乓球 万物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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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轻点啊 什么都逞能 打球也挣个心 你们俩就不能和谐了 跟你说你也不清楚 这是男人的方式 轻点 轻点啊 轻点 轻点 你就知道逞强 我爸打球可是强项 你还真接招啊 这是我们男人相处的方式 你不懂 轻点 那天那个赵总 虽然是民营企业家 但是他很有实力 你放心吧 这个广告 如果上了我们的杂志版面 会把咱们的品位拉下来 这是我在网络上 查到的一个国外 给牛肉屠宰场 做广告的案例 最后被采纳的建议 是一只牛在做体操 然后跳进流水线 变成了火腿 没想到 这个让人看了 不舒服的创业 反而被采纳了 看来您是有备而来啊 今天下午四点 赵总答应和我们见面 他是很难约的啊 也许是为了感谢那天 我们帮他找回了儿子 这还有一个小时了 怎么 你有约会啊 当然没有 不过 他只给我们半个小时见面 我没有把握 在半个小时内说服他 半个小时 时间这么短 他是球迷 下午他要去看球 球迷 怪不得你穿成这样的 球迷 半小时足够了 作为一个从英国回来的 职业球迷 你放心 我不会让赵总失望的 什么职业球迷 你知道是什么球吗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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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啊 加油 你还不如看魔术呢 快看 我还这么容易加油 加油 快 加油 快 快 这人 看他我儿子 有没有球形风范 太有了 太有了 有 赵小九虽然是用四头水踢球 而且这个还有 经常用这个牙齿军攻 但是他的前路跟特点 有着球王马拉多纳 跟他的风范 对 对 真的 至于放手 你们看 放手啊 那个意大利的马尔迪尼 法国的维埃拉 也不过如此嘛 上门了 笑 这一队 国家队也不过如此啊 赵小九 我爱你 你还真行啊 这么懂球 居然把他搞定了 小案子 国足比这复杂多了 咱俩赶紧把资料准备好 明天一早就给他发过去 行 那我同志爱马过来加班 别麻烦了 就咱俩一起干吧 这个怎么样 这个比刚才那个差一点 他一来能透露 这个 你还行 这个呢 这个你看 就离这样 行啊万副 没想到 你把赵总公司的底细 摸得这么透 这叫知己知彼 才能百战百胜 现在就缺 数据分析报告了 这比较麻烦哪 你那儿有过去资料的副本吧 一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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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找你 这来找我 我去找你 好 我去看看 他们很拦近 这个广告上的药品现在出事了 被查出有很不安全的副作用 网络媒体已经报道有人提出诉讼啊 连带责任是不可避免的 给我们杂志带来很不好的影响 我不是再三给你们强调过吗 我们不是地摊小报 药品广告是必须经过特批才能上的 难道你们不知道啊 怎么能为了一点点经济效益 就忘了媒体的责任呢 现在 所有没有发出去的一律听发 已经发出去的全部收回 小马 这到底是谁负责的客户 这是 李主任的客户 社长 这是我的疏忽 我作为广告部的老人 知道药品广告是需要特批的 但是我忽略了这一点 忘了告诉他了 这是我的疏忽 不 责任在我 是我没查清楚 美国地产突然不跟了 我特别着急爬开天窗 所以就临时找了个药品广告 不出事就没事 一出事就尽是事啊 尤其是媒体 网络的影响是很大的 现在 不管怎么样 必须要有一个责任的人出来承担 你们看着办吧 社长 社长 作为广告部的副主任 我又是老员工 我有责任 把规矩交接给新主任 我不会让杂志生为难的 承担责任的应该是我 老万 媒体是个责任重大的行业 其实 这次执接责任并不在你呀 你为什么一定要传单呢 我打算呢 飞到普及去玩玩 总算可以歇歇了 好 社长 老万哪 你恐怕没那么容易去度假哟 做主任啦 身上的担子更重啦 做主任 老江出马一个顶俩嘛 好 您看看这个就知道了 开胃 好 万叔叔 出了虚假广告这件事情 才让我知道 自己对国内媒体的了解 知之甚少 如果必须有一个人 为这件事情负责 那应该是我 客户是我签的 与您无关 我不希望您为我的错误伪单 您并不缺少勇气与才能 加油 这个位子是属于您的 另外 我向您声明 我是个能近书考验的人 小悠跟我 绝对靠谱 你给你打电话 我来 我来 兄弟 到晚我想吃什么 给妈打电话 妈给你进去 到晚我想吃什么 给妈打电话 真的啊 她跟你多聊聊 别欺负你也跟妈说 妈 我知道了 你多放心吧 好 好 这个 老爸 加油 加油 为了我们杂志社的未来 我们呢 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留更多的汗水 言求您 让我们一起携起手来 把我们杂志社 把我们广告部 办得更好 更辉煌 菲利普科特勒 下个定义 强调了营销的价值 什么是市场营销 可以拆解为 市场营销 我一个人都在家里 有些人都在干磁销 但是我们就会要去 这个小家里 来 出品了 因为我没有整理 你去把我干渠的 我们都在家里 大人 每天都在家里 好好看 大家健康 祝你们工作顺利 老婆 今天给老老爷卖钱呀 拿公包 老老爷 拿公包 老老爷 拿公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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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挤折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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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